這個賽季面對邦威其實打的並不是這麼離奇 已經是他屬於比較低潮的一年了 滿球術我邦威把球術給搬了回來 這個 兩好一壞這個外角的變化 左打投在比較外側的角度 打席的紀錄是安打 不過那是有點受到擠壓 不過在 第二輪開路先鋒 陳成威也獲得了寶宋 他如果可以減少揮空力的話 保持其他的這個數據的話 我覺得這個選手會更進化 哇 不過 關威接下來這個球是直接砸在了林立的腿上 一好一壞 這個時候壘上的彭哲走了 陳成威倒上三壘之後傳球還發生了失誤 所以現在 光速神威要跑回來得分 劉瑩想要牽制三壘 這個球彈到偏了 直接傳到外野去 上下都會咬 張靜德這一棒 逮得扎實在右半邊 直接越過了拳打牆 這是一把收下 楊春厚 張靜德在三局的下半 立刻幫助富邦把戰局給翻平 今天球技的第九轟 出現在這場關鍵的戰役 剛剛好喔 速度 隨後卡文特又是能夠讓對方打出這種內野的滾地球 滿球數 還是要投在右打者內角 剛好是相反 得上投車走了 林哲瑄這一棒在中間方向 最後是 超脫了手臂的範圍 所以現在李宗賢要準備上三壘了 但有李宗賢一人上得射林哲瑄 蔣志賢這一棒打進了場內穿越行車的安打 三壘上的投者要輕鬆回來得分 蔣志賢也在三局下半出現了適時的一擊 讓富邦漢將從落後翻平到超前了 看起來機率真的是很高 包括今天林鴻鈺已經是吞下了三次的三陣了 林哲瑄在五局下半 率先是突破了卡文特的封鎖 這一棒打穿了游擊防區 對方機會 這個球點青了場內 卡文特自己下球來處理 截球之後轉身快傳一壘 目前為止雙方的得分都集中在第三局了 蔣志賢這一棒越過了二手的上球落地形成的安打 二下投者林鴻鈺要過三壘之後要準備回來得分了 不過這個時候的轉傳 在一二壘之間 蔣志賢是遭到了觸殺出局 雖然說還是有比較多四死球 但是 也能夠達成的把用頭數給控制在合理範圍 這樣子一個目標 嗯 但六局上半現在變數出現了 陳俊瑄這一棒在左邊落地 而且 跟賈史陳詩某也能夠負責比較像長中技這樣的角色的話 當然對富邦也是有幫助了 嗯 邦威 要提早換嘛 又會覺得很可惜 威力還很不錯 沒錯 一好球之後這一球打進了場內在二壘手正面 陳俊瑄先砲給李宗賢再轉傳一壘 這是一個4-6-3的double play 不過把三壘上的陳俊秀給送了回來 沒有辦法去忍住霸能力先贏右球 對 高校園上來打第一球 在左邊落在的界內 這是現在安打 高校園有機會上二壘了 陳俊要等球反彈回來之後 才能夠接到球 只能選擇傳 困難點是在這裡 張俊瑄這一棒也打得蠻扎實的 中間發向落地形成的安打 現在高校園讓過三壘之後 要準備回攻本壘 陳俊瑄決定要傳向二壘 又是一隻四十的安打 張靖德今天也扮演 飛著九局上半樂天的最後機會 這一顆直球進來 林介亞先生拉攻 三陣出局 這樣比賽在九局上半 雖然樂天是攻擊到了三壘 但最終成為上來是連標2K 成功關門